全日本第10名 最受歡迎的清酒品牌之一 等我一下 我先跟Uber訂個餐 欸手機咧 大家好我是一七哥 本頻道主要在開箱台灣少見的日本酒 會評評每日酒的CV值以及適合的族群 如果藏置飲或送飲 摸不著頭緒的話歡迎訂閱本頻道 講到福島縣知名的酒款 大家肯定會聯想到瓶子超美 且靠著超扁瓶金米技術 以及身踹技術在日本清酒大方異彩的大漆酒造 但只認識大漆可是不行的啊 今天就要來介紹福島縣第三名的 大木戴吉本店釀造的業氣正宗 大木戴吉本店以前的主力都是持款 自然香 直到2016年柴油店主大木雄泰 重新推出了這個新品材 樂器正宗 短短數年之間便登上全日本第10名 最受歡迎的清酒品牌之一啊 至於為什麼叫做樂器呢 是在以前某次的皇族拜訪時 提起了釀造酒品就跟演奏樂器一樣 都是對於神明的尊敬 於是就使用樂器正宗來當作名品 樂器正宗之所以為什麼這麼厲害 其實就有點像把氣隱藏起來的賽亞人啊 大家都知道清酒的特定名稱 只被歸類在純米系的只能有三種原料 分別是米、米麴以及釀造水 不能添加其他的東西 而非掛上純米的本釀造 特別本釀造、銀釀、大銀釀 就是有添加釀造酒精的 目的大概就是要讓酒體清怪化 變化出不同的口感 但就是因為會添加釀造酒精 所以通常會加了更多的水下去做調和 因此一樣的米下去釀造 非純米系的產量就會來得比純米系的來得多 所以就這樣反映在售價上面了 這就是純米系通常會比非純米系還要貴的原因 而樂器正宗最厲害的就是他們的 本釀造酒 聽說特別名稱水掛本釀造 但香氣跟成事足以屌打 非常多純米釀甚至純米帶釀的酒款啊 根本就是被歸類在西級英雄的 奇遇塞打麻一樣 太犯規啦 今天就要帶大家開箱的是這款 樂器正宗 本釀造中曲無力過元酒 對的沒錯 這是一支名字非常長的酒款 當時還未接觸清酒的時候 朋友還教我挑清酒的方式 名字越長越好喝 乾媽咧 真的是這樣的嗎 有沒有越好喝那就是太見仁見智了 但口感比較有層次是肯定的喔 光這瓶裡面就有三個專業名詞 一七顆怕大家看到睡著 就先針對中曲這個專業術語來解釋一下 是不是很貼心啊 釀藥酒有一個道程序叫做榨取 要將釀好的清酒用機器 或是用地心引力的方式 將酒以及酒魄做一個分離 剛分離流出來的酒 我們叫做荒走 其特性是有著華麗的香氣 口感較為粗獷且俐落 留著留著到了中段的酒 我們就叫做中曲了 其特性是香氣飽滿且酒質原潤 也是酒造通常當成旗艦酒款或是招牌酒款 最有智性的部分 再繼續留著留著 到了最後的部分 我們叫做擇 通常最後這些都會隨著些許的酒魄被榨取出來 其特性、香氣、複雜、口感濃郁 一般酒造通不太會使用這部分的酒 但有些都市非常的有智性 仍然會使用這些酒來呈現給消費者 真的是需要爆棚的勇氣啊 擇的部分也比較不建議初學者來做個嘗試 因為喝不懂的機率非常高啊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外觀吧 樂器正宗 本釀照中曲無綠鍋圓酒 酒米使用夢之香好是你 金米不合60% 酒精濃度16% 售價約2000元 黑色瓶聲青綠色酒標 酒標上有個日本和服女子 吹奏著笛子 非常優雅 樂器正宗四個字使用有點像是 中國的象形文字來做呈現 散發出淡淡的中國風 背後寫著一些基本的特定名稱 酒造明等 下面大概有帶到開瓶後請勿躺著放 以免酒質烈化 其實只要是這種旋轉鋁蓋的瓶蓋 不管有沒有開瓶 都不建議躺著存放哦 好的 介紹完轉眼間也增好久了 那我們馬上來瓶瓶看看吧 甜度氣泡紅色的哈密瓜 包覆在整個口腔裡 入喉後微微的色感後 馬上拉起了哈密瓜的甜感 隨後分泌唾液 馬上提起食慾 等我一下哦 我先跟Uber訂個餐 欸 手機咧 這支本樣子好太強啦 入口就像純米蛋一樣的調性 濃郁的瓜果香以及甜感 中斷蛇工入喉後 包覆在嘴巴的甜感 會慢慢的收掉 剩下喉嚨留有哈密瓜淡淡的香氣 多喝而不膩啊 一般本釀照 大家都會覺得酒精感重 或是香氣比較特殊 但這款 根本釀本釀照洗刷了冤情啊 這款酒在我跑業務的時期 就已經在酒圈裡面被吵得沸沸揚揚的了 因為只有平行輸入的貨員 台灣並沒有代理 所以就沒有特別涉獵了 只知道是日本排名前幾名的一個名品 也是因為這波疫情 才讓日本的中盤商 購了一些貨給台灣的代理商 而現在才有機會來喝到啊 這款酒別名叫做最強的本釀照 真的是實至名歸啊 的確是我本釀照喝到現在 覺得最好喝的一款清酒 如果就它的名氣以及口感 我覺得CP值很高 但如果在意它的特定名稱 只是一款本釀照 那可能會稍嫌貴了一點 這款並不是被代理商 談了大量的代理進口進來的 而是中盤小量的放貨 所以價格上當然會有一些差距 總之 這是一支送禮兼具名氣 外表以及內在的好酒 也推薦給許多純米兼實的清酒迷 來做一個賤賞 會讓你對釀造酒精改觀的 好的 以上就是本釀的分享 本頻道在每週三晚上9點準時上片 如果想認識更多日本酒 或是日本酒知識或是故事 歡迎您訂閱本頻道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會知道又有哪些限量的酒款 可以免費試飲囉 那我們下個禮拜見啦 掰掰